你到底是做了什么事啊 那方正天那么多人 上次真的就只是一个玩笑而已 如果你觉得吃亏的话 我再让你亲回来就是啊 裴莺莺 你跟她也病逝前嫌了 我 看来 你还真是广结良缘 可是一般你们女孩子生气的时候 要怎么哄她 你俩别喝了 女人喝酒男人闭嘴 在你心里 我永远只是长不大的小姑娘 可明明我长大了呀 我不喜欢你 我只喜欢你 听说这夜市里有个独生子 也在被追杀的过程中下落不明 我喜欢 走 走 到这边站 小心 啊 啊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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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来这次的遭遇并非偶然 也许云归真的和叶家的面门有所关联 可罗云年在这当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你醒了 我扶你起来 慢点 身体还好吗 没事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后背火啦啦的疼 肯定是我刚才把他拖进来的时候擦伤了后背 可我也不能告诉他呀 也许是摔下山的时候收了些皮外伤 没事 那个你冷吗 要不我再去生些火来 你慢点 你歇着吧 我去好了 你慢点 来吧 天鹅你吃啊 你不是说依华和英归已经下山了吗 可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见人影啊 反正他呀在山上的时候说了 要去什么什么什么村一枕 一枕 可眼下天都已经黑了呀 他命还分什么白天黑夜呀 反正依华说了要去那什么什么村一枕 一枕嘛又不收费 那来问诊的人肯定就多 那依华大夫一枕人心的 说不定会云归多单让天眼说别 依华确实每个月都会去给村民一枕 那未免这次也太仓促了一些 哎呀你不要瞎猜了 他们俩都那么大的人了还能丢了不成 再说了你是他们谁啊 什么都要跟你汇报 也是 依华向来不喜欢被人管说 嗯 那不就得了 哎呀你就不要瞎操心啊 反正他们丢不了 你就好好吃饭 啊 啊我自己啊 哎呀 给呀 右吃嗯 嗯 我吃 你多吃点 嗯 嗯 陈 嗯 嗯 以这根树枝为剑 你睡你的 我是我的 你我之间 何须如此啊 你我之间必须如此 这算是谁越了解啊 我说你不可以越界 我没说我不可以 你 算了算了 今晚先这样吧 我错过错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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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城门都已经关了 他们可能不回来了 您还是早点歇着吧 不行 我还是不放心 这样 明早城门一开 你便亲自去碧水村看一看 如果一华无妨 便不做生账 回来给我报个平安即可 好好好 我们昨天晚上又没有干什么 你脸怎么那么红啊 云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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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小爷了我的心 天安 好疼 快跑 云归 我在 我记得山岳有车浅草 却仙草五枝八壳 尖水内风 可退高热 一华 云归 现在不是害怕的时候 云归在等你救命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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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张伯 裴小姐 你这行色匆匆的是要去哪儿啊 唯一小姐 少爷见依华大夫和云公子一夜未归 心里着急啊 让我带几个人 去你们昨天郊游的地方四处找找 就这事儿 天哥我真是奇人有天 我不都说了一华和云归两个人 去碧水村庄议诊了吗 不瞒小姐说呀 老奴一早就去了那个 那个碧水村啊 你还真去了 去了 小姐 老奴还有任务在身 就先不打扰您逛街的雅兴了 站住 您还有什么吩咐啊 我刚好买了不少东西 我正愁没人帮我搬呢 你刚好去帮我搬一下吧 现在吗 不然呢 不是 可是少爷还吩咐我们去 怎么 少爷的吩咐是吩咐 我的吩咐就不是吩咐 老奴不敢 那赶紧 那就烦起小姐 岂没带路了 快快上 快快 这些东西往哪儿放啊 我们还有别的事儿要做呢 有什么事儿啊 这些东西还不知道放哪儿 待会儿 这这这 我 这是什么呀 好好好 我不是让你去找人吗 不是他 放哪儿 找人 是 干嘛还这么凶 他们俩大伙人还能 为什么买同林想让他下山 他们 就知道他靠不住 二十只烧鸡都堵住他这张破族 我 走 走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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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吧 这边 这边 好 怎么又绕回来了 没道理啊 他们那些人紧追不舍 我们再绕不出去就会被发现的 我经常上山采药的人 怎么总是迷路呢 我们跑了很远 又从山上跌落 这不是你熟悉的树林 所以你无需自责 这样 我们爬到山顶 就知道回去的路了 少 少少爷 这是依华的 这切口分明是利刃割裂所致 依华有危险 灵溪才告诉过我们叶家灭门一事 云归的身份尚未得到确认 他便与依华齐齐在山中离奇失踪 还留下了依华的碎片 你拿着我的令牌 去县衙找林翔 让他抽掉些人手 加大搜身力度 务必找到依华和云归 好 快 马上去 张伯 你这是干什么去啊 天哥哥 给你看我新秀的何方 这次你一定要喜欢 依华从来没告诉过你他要下山 你也根本不知道他和云归到底去了哪里 是 还是不是 天哥哥 你 回答我 我 我就是觉得 他们俩既然是一起消失的 那肯定就是想过二人世界去了 那 那我们又何必打扰呢 胡言乱语 一华的性子我最了解 他从来不会不打招呼就消失不尽 现在种种迹象表明 一华的失踪和云归的身世有关 他们现在非常危险 或者可能已经遭遇了危险 而你 居然还在这揣测什么八卦 想尽办法阻止我们找人 裴盈盈 你安的什么心 方承天 你以为救你们家一华的命值钱是不是 云归也是我朋友 我怎么可能故意设计 先还让他们去死啊 你以为我是半仙 在家里掐指一算 就能知道他们俩是不是有危险 然后故意找麻烦阻拦你们去救人 你觉得这一切都是我设计好的 就因为我买通了灵想想要和你独处 方承天 你觉得我裴盈盈就是这样心思恶毒的女人 每天挖空了心思想要陷害一花 恨不得一举将你的心上人送上黄泉路 我 我 我告诉你 你猜对了 我裴盈盈就是这样心思恶毒的女人 我恨不得一花永远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吃飞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